柯文哲剛剛講的這個話 我們可以用所謂 日本進都人的角度來解讀 你吸太多砲火了 懷疑點給我 懂了一步都不講火了 以後要怎麼辦 阿伯我這不就來了嗎 對 所以這個柯文哲 需要的是大家的目光 大家千萬不要不理他 柯文哲心中真正的話是 早知道我就自己親自來推 我就在那個 五二一五二四外面人最多的時候 我直接跳下去衝 柯文哲來了扁我吧這樣 好那當然阿伯的問題還是在於 你自己找了黃國昌 這個業障你要自己解決 為什麼就像我們時代力量 之前其實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雖然我是比黃國昌還慢加入時代力量 但是時代力量一開始創攤的時候 是沒有黃國昌的 公民組合那個時代 黃國昌到外面弄什麼補償 所以黃國昌第一個搞倒是那個補償 公頭髮 那個補償 被他搞倒之後 你看現在誰管理什麼工工法補不補 現在後來他才被邱炎智拉來時代力量 那所以是邱炎智拉他來了 後來他還把邱炎智逗成那個樣子 好那當然重點到環環綠 他就是邱炎智之後被黃國昌逗的人 其實這兩個根本也不認識 時間也沒重疊 所以我個人認為 就是黃國昌他的這種業力 我們是承受最久的 大概從2018開始一直到2023的 終於要換人了 我們有深刻的經驗 那王環綠只是被我們推出來吹子底 因為他會吹 就這麼簡單 我們都不會 我們都不會 發給我們我們也只會用來敲人 好那當然了 這個當天我們也有做很多的討論 最主要是非常多的支持者都會說 黃國昌到底怎麼樣 為什麼會從俊俏的臉龐 好像變到這邊有點蒼 這是黃國昌嗎 是 好像變得有點蒼蒼 好 這個爛調的過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當天也在做這個整理 整理他的變化 也整理我們的變化 為什麼我們一直都沒有道德勇氣 去指出他的問題 要讓他退黨 我們才在西門廳掛一個看板 我要強調 去年整黨選舉 唯一掛看板 上電視牆罵黃國昌 大概就只有我們時代力量 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來他整個變化 因為那個時候就已經看出 他已經背離理想 不是到現在 但他才賀然發現說 你黃國昌是不是被躲射了 你的版本更新是不是按壞掉了 在換更新的時候 是不是按到電源鍵 導致當機變成這個樣子 實際上時代力量好歹 他在這裡的時候還不敢造次 不敢破格引出 可是到了民眾黨 到了柯文哲旗下 柯文哲根本就沒有什麼道德堅持 也沒有標準 黃國昌就開始肆意亂尾 到現在為止 黃國昌的那些支持者 黃國昌的獨子獨孫 還有臉跑出去指責說 你那個傾老行動的 傾老行動的募款是不是有問題 幫幫忙 現在有那麼多美國的台獨阿公 在問當初我捐給黃國昌那個錢 現在可不可以要回來 現在當初捐給這個的錢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可不可以要回來 好 這個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黃國昌 你用你自己的業障要去交代 他不是在那邊問別人說 你有欠我 我有欠你 大家要欠不欠 你去問當初幫助你的人 當初帶大你的人 當初跟你一起奮戰的人 為什麼一一被你丟下 這不是什麼三性加弩 差點唸錯瞬息了 唸錯瞬息就糟了 三性加弩的問題 不是 而是你一變再一變 比柯文哲還要會變 變到接下來我看柯文哲 不趕快變一變 真的會被黃國昌給變掉了 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陪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